大漢大橋總經費新台幣 211 億元 分為三個主體標案 第一標已於 2016 年順利完工 第二標的銀橋段也是 淡水是個人口約 20 萬的城市 也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 早在河西時期 西班牙和荷蘭就相繼再次興建據點 此後更成為台灣北部的貿易中心 而今年的淡水 更是台北都會區的偽新城市之一 呃...秀淡姐 今天的影片不是鐵道小學堂嗎? 怎麼變成城市開發這種 沒有流量的開頭了呢? 好了好了沒有要聽我說幹話 今天的主題會扣在淡水為首的河口城市區 要來聊聊很跨淡水河的淡漿大橋與巴黎清貴 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囉 淡水的歷史相當悠久 從河西時期就是相當重要的聚落之一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 淡水港口的貿易沒落 西隆港和後來的台北港 很快的取代了淡水的商業地位 而淡水逐漸成為台北都會區重要的衛星城鎮 但對於淡水以及巴黎的居民而言 直線不超過5公里的距離 那邊需要繞一大圈到關渡才能快越淡水河 因此我們今天的主題之一 淡漿大橋就此誕生 1980年代末 淡漿大橋的初步規劃浮上台面 不過早期並沒有太受到重視 整體的可成性研究一直到2011年才合定 淡漿大橋是為了跨越台灣第三大河川 淡水河而興建的協樟橋 居於新北市淡水區 同時也是台61線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的最北段 不過未來將同時承載機車 自行車與人行專用道 規劃中的巴黎新軌也將行進淡漿大橋 淡漿大橋也將成為台灣第三座 鐵路軌道與道路共構的橋樑 2010年4月2日 淡漿大橋的可行性規劃報告被核定 在此終於不再是選舉浮橋了 計畫從長約12.8公里 包含920公尺的主橋以及兩段聯絡道 設計時速80公里 中央預留巴黎輕軌路廊 主橋段的國際淨土於2015年8月2日發表結果 台灣八景之一的淡水洗澡 是許多台北人的共同回憶 但也是淡漿大橋在早期設計上的嘴大難題 在國際淨土後由普利茲克強得主 由建築女爵支撐的扎哈哈蒂設計 淡漿大橋主橋橋踏高211公尺 左跨距450公尺 選擇單塔斜張橋的形式支撐超過900公尺長的大橋 為了避免雙塔所形成的巨大視覺衝擊 以及地景破壞 必須減少落敦數以及印象景觀 進而降低對生態系統的巨大衝擊 完工後將會是世界上最長的單塔斜張橋 不過這樣的設計也曾以來批評 包含工程難度與經費超值 公路總局更是兩度調整主橋段的工程經費 從原本的84億元提高至125億元 不過最終在公路總局的評估下 淡漿大橋雖然有工程難度 但國內的工程技術並不是無法恨服 因此財安工程得以持續至今 淡漿大橋總經費新台幣211億元 分為三個主體標案 第一標已於2016年順利完工 第二標的引橋段 也就是巴黎端到淡水丹兩端的橋梯 已經在2021年10月完工 最後的主橋段預計在2024年底完工通車 外全線通車後淡漿大橋可大幅收短淡水 巴黎兩岸間的行車時間 由於不需繞行關注大橋 可收節省約25分鐘的時間 OK大家對淡漿大橋有沒有更多的認識了呢 不過講到這邊還沒有要結束喔 我們看到淡水對面的巴黎 最廣義的淡水衛星城鎮之一 巴黎在近期的發展越發依賴淡水 2010年 巴黎輕軌的概念被提出 作為淡漢輕軌的延伸線之一 巴黎輕軌將使用同樣的系統 全線則採用平面輕軌設計 之後為了整合淡漢輕軌的營運模式 以及配合台北港自貿港區政策 巴黎輕軌路線 東起淡水魚人碼頭南側 為此地將整合輕軌作為公園用地 共用大海輕軌藍海線路線 沿沙倫路往南與淡江大橋 共過快樂淡水河 隨巴黎一交流道轉往博物館路 行進13行博物館後 來通過巴黎市區 最終在台64線復興結束 完工後除了讓巴黎市區 有更便捷的交通以外 也可以促進巴黎港地區的開發 提供大眾運輸帶來更好的發展潛力 接下來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淡江大橋的必要性其實很明顯 除了表面上縮短旅途時間帶來的印象以外 在觀光上的表現應該也會相當亮眼 不過畫面轉到巴黎輕軌 我其實有點不認為巴黎輕軌會帶來太好的效益 首先如果不保證未來會有延伸線的情況下 沒有延伸進左岸的老街與公園銀帶 對於特定的觀光客而言 其實不是太友善 而且在巴黎市區的居民而言 行駛於博物館路以上港一路 稍稍的不是位於市中心 而且聯絡漁人碼頭的方式 對於上班族而言 開車往往還是比較方便 能帶來多少鯊魚與乘客量 我覺得還是個謎 今天我們的影片了解了 未來將橫跨淡水河的兩個重要交通建設 祈願在不久的將來 新鮭魚丹家大橋都讓促進淡水河兩岸的發展 讓台北港以及碳海新市政等地 成為台灣普及規模的港口新灣區 至於螢幕前的各位有什麼想法 請在留言區多多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按個訂閱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隨便還是跟各位說一下 目前我從二月以來大概好了40% 那原因牽扯到太多方面 包含我的頻道經營啦 人際關係啦 還有越來越大的讀書壓力等等 講出來不是希望大家可以可憐一下我 是希望大家體諒一下 近期影片可能不會像去年11、2月那時候一樣 把它品質掉到100% 可能就80%左右 好啦 再次謝謝大家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